今天是第16次质子治疗,疗程已经过半,患者开始出现咳嗽咳痰的症状,胸腔有时会觉得憋闷,照射的地方皮肤颜色也有轻微的泛红。 这些症状质子医生之前已经和患者说明过,是治疗过程中一些常见的反应。 治疗到中间的时间段,医院会做一次CT检查,观察肿瘤有无变化。 今天的面诊,质子医生也和患者说明,这次的影像能看到肿瘤没有变大,是一个好的现象。 质子治疗效果一般是无法立竿见影的,通常质子治疗后,肿瘤会逐渐的缩小。 缩小的速度会因为个人体质的差异,还有病情的不同,而有不同的表现。 有刚治疗完就开始缩小的,也有治疗一年后才开始缩小的,效果判定是需要花些时间。 所以接受质子治疗后的患者,不要忘记定期复查。 和质子医生的沟通中,医生也会反复强调,治疗期间患者每天都要保证充足的营养, 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这样才能有充足的体力,应对治疗和疾病。 好在治疗期间,患者食欲一直没有受到影响,所以癌症患者们一定要好好吃饭,不要相信什么饿死癌细胞的谬论。